今天中央公布全台灣本土案例 六萬四千九百七十二 將近差不多六萬五千人 台北市佔了一萬一千六百十三人 不過比昨天增加了八百五十二個 但是如果用每個縣市的圖來看的話 其實在...因為是每個縣市本來的人口就不一樣 所以其實如果要更精確的話是用每十萬人口幾個去做圖會更精確 不過在圖上可以看出來 如果純粹看數量 新北、台北、桃園、基隆、伊蘭 所以北北、基、桃園 所謂首都生活圈 如果按照人口數的話 現在是...數目比較多 那台中、台南、高雄還在後面 我看這個圖大概會差兩個禮拜 所以昨天有人在問說 到底台灣所謂pick 那洪洪到底是什麼時候 答案是 不同的地方洪洪不一樣 所以應該來講是 首都生活圈會先上來 然後那個中南部他們會比較後面 大概這個有時間差兩個禮拜 所以...不過這有好處啦你知道嗎 如果全部都合在一起 那對醫療的壓力會更大 所以如果是分開的話 也許我們到時候 這個醫療量能還可以移轉喔 互相幫忙 不過anyway在... 今天是星期五嘛 大概下禮拜會進入 洪洪啦 最多人... 我在估計啦齁 因為現在這個... 因為這個已經接近...這個 PCR量能有限你知道嗎 所以... 可能黑數不少 所以... anyway我們知道說大概在下禮拜 我估計應該會 因為大家...我看... 大家都比較小心啦 市民朋友的這種活動量都有下降 所以... 估計這個... PICR你知道洪洪會往後一點 本來預計是5月16號 現在看從圖刑上看起來 會往後 不過anyway應該是在下個禮拜 不過... 中南部會跟首度生活圈 會慢兩個禮拜 所以這個先跟大家講一講